中正村卡杜部落 虽然是仁爱乡里普离最近的部落 不过因为道路宅小 客运公司在三十几年前 就停止行驶这条路线 而南投客运目前表示 有意赴时进入中正村 也就是说卡杜部落内 确定将有公车可搭 目前南投客运正积极筹备 赴时中正村 包括人员车辆还有站牌 都积极筹划 所有的事项准备完成之后 会报请主管机关 河背之后我们会正式行驶 部落没有公车可搭 身为家长的都很辛苦 为了接送小孩 都必须配合学校上下课的时间 若家长没有空 有时学生还得自行骑乘机车 但这让部落家长 哪里感到放心 有了公车之后 可以不用一直全部都是上课 可以安全的上下课这样 自己本身就工作 接送小朋友的话 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比较危险是自己骑摩托车 或是骑脚踏车下去 比较危险 现在有了公车 对我们家长是非常放心 除了学生之外 对长者也是相当便利 像是看医生或是要购物 可以自己搭公车外出 不必像在没有公车时 要请孩子临时请假停下工作 南投客营表示 为了公车行驶路线是头69线 配合路况及安全考量 车辆是以内中巴 至于时刻表 还要等到主管机关核定之后 才会正式公布 也是新闻 南投人类采访报道